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为我不合适的 第二呢 就是太冤枉我了 你怎么看不出来 我得多喜欢周小正 对吧 我觉得他就是一 说相声 我觉得我是一个捧跟的 你知道吗 第三是我真正想说的 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老炮这个电影啊 我就发现 你像我跟马爷 当然我跟马爷比我年长啊 包括冯小刚也比我年长 但是你看我们那一辈人呢 互相聊天 包括炮妞 你知道吧 他在一种 有我们自己的一种语言 互相挤对着 或者你觉得是调侃 就给你挖坑 就这么聊啊 是我们一种哥们 亲密的表现 但是呢 我也发现 今天的年轻人 有些人说他很没礼貌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他实际比老炮 他还有他的一些礼貌 比如说 他不一定就能看得明白 他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跟马爷都说话呢 哎 你是不尊重他 他这个 甚至你知道就是说 那天我一哥们 找了个小的 不是不是找小老婆 找一个就年龄相差比较大的 小女孩 他就发 你看他就发现 他说 我跟女孩说话 都是受那个王朔的那种语言影响的 那种小说里边 那种有点脾里脾气的 或者说呢 有点老北京 比如说这女孩喜欢做面膜啊 是吧 俩人谈恋 他就说哎 今天又几个钟头花在脸上啊 对吧 这女孩就生气 这个 这个小 90后女孩就不惯你这个 后来他说 我闹明白了 他爱听什么呢 他们就爱听啊 你把他当公主一样 捧 他不喜欢这个加强带棒的 他喜欢就是 哎 你今天好美啊 直奔主题 你今天好精神啊 他过程没了 现在你刚才说那事就是一个过程 你比如过去说炮妞 炮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炮 嗯 炮就需要时间 啊 炮妞过去说冷水泡茶泡上了 就慢慢泡着呗 啊 现在没有 现在都是 约炮 那是改炮了 是吧 过去那炮是三点水 老炮最初就是三点水嘛 他就是消磨时光的一个特征 嗯 那么现在就变成非常直接 直接啊 约炮 约炮就是 三驱半 进门一二三 说完了完了 就把事干了 所以今天的就是很功利化 功利化就会把很多的这种 貌似没用的东西全去掉 你比如礼仪是个貌似没用的东西 他有用 嗯 你说我烦你什么呢 我这道德水准有缺失吗 我也不违法 他全是这种理论 但是你不知道别人会看你 对吧 现在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过去的人最在乎的就是别人怎么看我 包括连皇上都这样 皇上去干了错事 比如就是过去有个故事 就是这个这个 赵宽燕 这个随手用 这个 铸杖呢 把这个大臣的牙打下 大臣老他们奏折他烦了吗 那大臣就剪牙 剪牙他就说 真的打得满地找牙 对 你剪他玩干嘛 难道你要告我不成 他说我哪会告你呢 自有史观记录此事 那赵宽燕一看说 兄弟你做了 好惨 我有点怕这事 就是他有约束 这种道德至高无上的约束 我们今天至高无上没了 至终也没有了 都是至低的约束 那这个就没 这个社会就很难管理 就说这个 我也是有一个小感受 就那天其实我们是讨论选题 然后呢 大家也在说 说我们这个杂志的读者 是不是都是 有点偏 稍微中龄 或者是 年纪更大了 我们应该做一些 倾向于年轻人的话题 90后的一些文化特点 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了 那就找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 其实也是80后来讲一讲 然后他讲到有一点 我听到 我就觉得 真是对我来说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人群 他就说 现在他就讲到这个视频 直播 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我和你约 现在都不是发微信了 什么摇一摇 晃一晃 咱俩先用文字 你先别说 以前古典的写情书了 那个多费劲了 或者是 现在微信都不时髦了 就是互相发照片 发一个 是一个视频的 然后呢 同时他讲了 还有很复杂的技术 就是你不能截屏 我给你发 然后咱俩看不上了 就同时挂掉 然后这个屏呢 又截不 就是那个 你不能留位重绩 对对对 然后咱俩互相发 互相看对上眼的 再到下一步 就是很多复杂的技术约束 后来我想这个技术 的确是给很多人 带来了便利 但是我是觉得 这已经远离了 我们理解的那种 蝴蝶的那种美好 未来又会有出现 新的社会规则 或者礼意道德 我跟你讲 那天我还就在 你们三联那个周刊上 我看一个报道 就是 也就是说 我刚才说这个虚拟现实 讲这个虚拟现实 它里边讲了一个 真实的一个事情 就是玩一种游戏 我不知道都是那种 就是你这个真人 你在那里 游戏里头有你一个化身 有一个化身 那么有这么夫妻二人 他们就是这个游戏玩家 在游戏当中 两个化身认识 然后真人见面 最后就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 这两个口子 还是在上面玩 各在游戏里 有他的化身 但是呢 这两口子 有个约定 就说咱们在这个游戏的里边 这个化身 咱们实行开放性道德 就话说那天 老公出差了 老婆一个人 就以这个化身在这玩 玩呢 碰见了另一个玩家 那他也是个化身 一个男的 就是聊谈情说爱了 谈情说爱 最后那边就提议 说咱们搞一个性爱 就搞一个网络性爱 怎么搞的性爱呢 在这个游戏里就是 有语音 就能有语音 然后双方玩那个鼠标 哽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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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我猜的 玩好 还有这个 对有这个 然后玩性爱 然后呢 这个女的 这个在游戏里的这个化身 就说 哎呀不行 那我也得守 这个我跟我老公啊 我们俩有这道义 就是说 我跟我老公约好了 可以跟别人搞这个 搞性爱 但是呢 你不能用我们两口子 在游戏里的那个 身份是吗 化身 不能用那我们两口子 在游戏里的那个 虚拟的那个化身 再跟别人搞这个性爱 那样的话 我就背叛了 背叛了我老公了 但是呢 我还有好几个化身 我弄我另一个化身 我跟你跟着 跟你跟着 这我觉得你们咱 这哪一期的 我总给看上 虚拟现实的 就挺有意思 就是你看未来 要是在那个世界里 你这个伦理道德 得重写 我还化身 给你搞一混合 是这个 现在我觉得 最新的技术 就是机器人技术 就模拟技术 生物技术 现在已经 我看到过那照片 震惊 就是日本人做的 他现在就是 你已经从照片上 很难辨识 这是人还是人偶了 他跟咱们早期看的 人偶还是有区别的 就更高级的 你手的触摸感 都非常好了 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里头的道德 约束或什么 都是事先植入的 然后他可以去买软件 改变他这个行为 这个是商家的事 商家要赚钱 比如他跟你 你跟这人偶谈了 这个一段时间恋爱了 这人偶突然告你一句话 说我还有点小爱好 你不知道呢 你当然心里很痒痒 你说你什么爱好啊 花钱买什么 你去买那个钱 你一花钱 这爱好就告诉你了 所以这个跟人没关 严格说这事跟任何人都没关 是他俩 他跟一个 我们说跟一个机器之间的一个关系 但这个复杂的伦理 我觉得说不太清楚了 怎么讲 那个电影 两年前是三年前 那个电影 就是叫赫尔 对对对 跟那个语音的那个恋爱上了 每天都跟他聊 就那个人眼内特别好 那种状态 然后那个屏幕都是 都是那种粉色的暖色的 对对对对 突然有一天 那告他 我还同时还有多少个男朋友 是吧 是是是 你所以这个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你讲礼仪 你刚才讲这个法律 我跟你说 这是法律的底线 也经常守不住 你现在就到了 那天有一个特别 凄厉的一个就是消息 就是说都在网上疯传 就是说北京有一个女法官 被俩人打死 现在我知道这个事情 基本上你看看这个 这是个女审判员 叫马采云 这个38岁吧 就被那个这个自制手枪 一个打中腹部 一个打中左边面部 就当场身亡 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是女法官遭枪杀案 关系图 大体上就是这两个凶贤 都是前夫 就涉及的都是离婚财产 离婚财产的这个分割 然后呢 他们那天呢 从昌平到延庆 四个小时之内 犯下四起枪案 除了这个女法官之外 还打死了一个人的 前妻的献夫 对吧 啰嗦 反正就是 然后你再看 这是遭枪击 殉职 然后就是说 这两个这个凶贤呢 最后在严庆 拦住 警察就拦住 我 你知道我这一个想 这事 自杀了 就自杀了 车里就自杀 我注意到 有两个细节 很好玩 第一个细节呢 就是他到这个 马彩云 这个女法官的家里啊 这个他老公开的门 他拿这个枪啊 胖打了一枪 好像没打出来 没打出来 你看这个女法官 出来正色的 对这俩人说 说你们这是属于 携带凶器入户 然后呢 他曾经短暂的表现过 一点怂的那个举止 就说 我是玩具枪 你看我没打出来 说话就走啊 但是报道讲 是这个女审判员 追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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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回身 邦邦两枪 这个细节 挺难以理解 再有一个 我不理解的就是啊 说到底 一个离婚呢 就离婚财产分割呀 那么多的财产 对呀 怎么就至于 干这种事 把别人的 前妻的老公打死 然后 是奔着不活了去的 对 就不想活了 我看了一下 那个一个报纸 做的一个 挺详细的一个报道 然后 他是说 这个人 好像叫李大山 然后说是 就是他的这个前妻 就他们俩是 他给前妻出了钱盖房子 是拆迁 有一笔钱 然后呢 说这个是60万 大概 然后他把这个60万 都用在这个 给他前妻 这个 这个是盖房子 还是维修房子 对 然后后来离婚了 然后呢 他认为他 他前妻在那个 婚内的时候 就跟一个人 暧昧 这是导致他们离婚的原因 但是离了婚之后 他没有办法来证明 就是他在这个房子 出了钱了 所以呢 法院判刑说 因为你没有证据嘛 所以这个 可能这个房产 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他可能自己就觉得很冤 所以就这个 这个 所谓的 这个导火索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也不能理解 就是 就 怎么这样一个人 会酝酿成这么这么 这么大的一个 刺激枪 上百发子弹 不是 他这有 这事还有一个蹊跷 就是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 就是他是两个人 两个犯罪嫌疑人 俩都是被 两个人都下决心 自杀了 首先他死的心有了 对 对吧 因为你尽管是被警察围住啊 我认为这两人 如果投降的话 会有一人活下命来 主犯 从犯嘛 对吧 他肯定得有一个主从嘛 他不可能两人都毙了 那么 那么 既然两个人都选择了自杀 就证明在 在作案之前的一个 作案的决心 就是抱着必死无疑的 所以他见人就开枪 那么问题是 什么事值得他 就是像李京讲的哈 你不就六十万块钱吗 那么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很 不很清楚啊 按理说这个案子 应该不是什么 过于隐私的案子 应该是可以去 去向社会公开的 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应该 我觉得是应该 研究这种事情的 这个起因和后果的 我看到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消息啊 那个消息很有意思 也是没有证据 就是 浙江年海的法官 两个人就是 一个人说他欠我二十万 那人说我没欠 没借条 然后法官按理说 这没法判这个事 这事怎么判呢 我只能按证据判呢 对 但这法官说了一句话 就指着那个被告说 你能对着那个 杜海观音再说一遍 你没借钱吗 结果这人想了想说 我借了 对我看了这些 我就愿意还 就是说他还是有 有他朴素的 他朴素的信仰 因为他老 有些党员干部拜神 对 他要出海 因为沿海的人 都很信这些事的 很迷信的 所以这个 甭管是真信 还是迷信 这个事情是在 法官的判案当中 起了决定的一个作用 因为像他刚才说的 那个 我觉得从调查的角度上讲 如果下决心去调查 这个事还是可以调查清楚 但是法官没有也没有 就是这么大的 这个义务去帮你做这个事 因为成本很高嘛 所以判下来以后呢 我认为这人动杀心 尤其开始 不是杀一个人 他是贱人就杀的话 他一定觉得他 站在他的角度上 他一定认为他很冤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事情太极端了 太极端了 对 所以呢 他不代表我们社会的 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今天的司法过程中 这个判案 是跟传统百姓 对社会公平的理解 是有区别的 你讲的这个 我听说了一个事 很有意思 我到福建去 福建经常大家族 他们现在盖房子 还是大家族 后来他就告诉我一个 他们简单的判断 这个事物的真理 就是在沿海地区的 所有大家族 如果这个年长的爷爷不在了 那一定是婆婆为大 在婆婆面前 没有对错 婆婆就是对的 任何人都遵循 这一个原则 儿媳妇再不干 就说等你熬伤婆婆 也是这样 所以它变得非常简单 它处理家庭的任何纠纷 婆婆说怎么分 就怎么分 它倒是一个原则 当时他们在饭桌上 说这事的时候 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它有一个存在道理 它几千年以来 它就延续了这么一个 风俗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跟法律是有冲突的 你讲的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一个是头上三尺 有神明 有时候法律之上 西方的法庭都是以上帝为 你先宣布你这个宣誓 你先宣誓 跟你讲福建这事情 我更想起一个 咱们俩 我就是像明朝的那个 有个圣人 有个圣贤 叫王阳明 就是说良知 我那天发现 王阳明这个人也挺逗 他曾经当过一个 庐陵这个县的地方的 这个县官 这个人当时也体弱多病 然后呢 你看那个时候的这个观念 他就叫李正三老 就当地的这个老人 有知识 有文化 或者说有威望的人 他们在那个县衙门口的 一段距离那 劝人别打官司 就这个李正三老 拦着 我跟你说说 对吧 不要打官司 以至于王阳明 后来我跟你写 我让他们打出字幕来 他写了一段 告父老乡亲书 你看王阳明 告育 奴陵父老子弟 人家说很有意思 说奴陵文献之地 而以见诵称 甚为五民修之 那大概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文采风流之地 我们这地方的人爱打官司 我真被你们丢人 对吧 就是说 打官司多的地方 这都是丢脸的 是羞耻的 然后他说 县令不明 不能听断 且气弱多吉 那意思 我身体也不好 我也弄不清 我不能听断 今以五民 跟你们老百姓 我跟你们约定 从今天开始 除非有迫于屈命 除非有人命的大事 大不得已了 否则 不能随便写状子 打官司 不能折行词 而且你看 不能随便写状子 打官司 即便你要写状子 也不能牵连别的人 别的事 然后呢 不得过两行 每行不得过三十个字 就是你写 技术性很强 写诉状 只能写两行 每行不能多过三十个字 然后呢 过了这个 我说的标准 不听的 唯者我就罚你 你看最后就是 县中父老 谨厚之离法者 以五言归告子弟 勿在西征兴让 就说这上了年纪的这个人 你们回去跟这子弟们讲 西是不要争 要礼让 打官司 就是一个地方的羞耻 你说他这是古代的时候 非常非常朴素 就是因为诉讼啊 诉讼如果按照西方的这套 法法治的这个规矩啊 很多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人类解决 我们尤其我们 我们在几千年中 解决我们的社会的平稳 主要是靠德 靠道德约束 道德是一个内心的约束 因为内心的约束 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说人心隔度 你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但是他一旦形成了一个 就道德的修养 一旦形成 就像人汇了水 你想自杀在这水里 是没有可能的 汇水的人是不能淹死的 在弥留之际 手一扒了又上来了 所以他一定得想其他方法 那么像这种极端的 就是谁听着都不值啊 你听着一财产 你离来怎么着 但是他是可能 我认为动凶的人 一定他解开 解不开他内心 觉得冤屈的这个扣了 也没有疏通的缓解 如果当时有心理辅导 什么不应该出这个事 你知道我看了这个新闻 就是大家第一感觉 都是挺震惊的嘛 我就就是很自 就是不由自主就想起 我是大概是去年冬天 一个经历 就我之前 你看我做这么多年记者 我没有到过法院去采访 就因为之前都是 比如说都是私下里采访 律师法官 没有真正的到过 一个庭审现场 然后去年是冬天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名人 因为也是一个遗产的 一个一个纷争吧 但是他现在不愿意公开 他是这样的 有一个北京 有一个四合院要继承 然后呢 因为历史原因嘛 被一些那个当地的老百姓 给占了 然后呢 就赶不走了 然后后来他就委托了一个朋友 结果这个朋友成了二房东 这个朋友很强势 就找了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 把这20多户人赶走了 她成了个二房东 她又盖饭馆 又建旅馆 然后呢 他就认为 就像适时婚一样 这房子是不是我的 但是我替你好像 看了20多年 所以呢 你要赔我一笔钱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两方的 一个差距特别大 这边呢 就是说 我承认你帮我看了 但是呢 再怎么着 两方就特别逗 然后说 同意调解 都同意调解 然后就问这个 占了房子的 这个北京当地女的 说你调解 你同意多少钱 他当时说 我差点都一振 三千万 然后这边呢 说不可能 我们挺多 就一百五十万 后来就休庭了 但是我在现场 我当时真是觉得 基层的法官 那真是不太好 他是在那个东城区 一个法庭审 一进去 我就说 这真的是了解 中国社会 基本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 比如说你要去 参加一个庭审 当时很简单 你带一个身份证去 然后我一到那个 有法警嘛 法警要检查你的包 然后就看 怎么那个角落里 有一个老太太 坐在一个大棉被 披一个军大衣 然后对 然后法警呢 对他熟视无睹 很显然是一个常客了 然后呢 这个老太太呢 一见人多 他就拿一个牌子 说某某医院 那个把我制残了 法院判我不攻了 就天天在这喊 然后人少了 他就不喊了 因为喊也没用嘛 等那个排队人一多 然后老太太就又开始 什么什么医院 把我制残了 就不断冲 然后那个法警呢 因为很显然年龄大了 也没有办法 不敢动他 然后呢 那天我就觉得 就是挺好玩的一幕 那个法警 递给他水 说那今天天干 喝点水 你还不能 你还不能让他 在这个地方出事了 你还在哄着他 哎呦 然后呢 就参加了这个庭审 你知道这个双方的 身份差距极为大 那个是一个名门后代 然后人家 后来他后代在香港 普通话也说不好 这边呢 就完全是一个 北京当地的 这个这个市民吧 对 然后 那真是叫 无理较三分啊 然后他 他不诉诸理 他是诉诸情绪 哎 你们好歹也是名的 你们现在看到房子之前了 你们就不管我 当年 我又为你们房子 有跑端腿又怎么怎么 你看你那个店没了 是谁找修的 那个房子漏了 是谁 他就诉诸于情感 他不讲你的那个 法律的理论是什么 然后这个法官 最后就变成了 直在这一个 维持秩序 说谁谁 就喊那个女的名字 什么娟儿 是什么 说现在没让你说话呢 然后 然后这个女的 他不管你 我再不就是 过了一会儿 这个法官又在说 谁谁 没让你说话呢 你现在安静点 就变成了训斥 就不停在这训斥 然后当时感慨 过去讲 就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这是法官遇到民 但是你就知道 就是反过来讲 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就这么多的一些人 真是在基层 维持着中国的 一个基本的 一个社会 他现在的问题是 对 你这个故事 其实我都碰到过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 他这里有个很 很大的 很深层的社会问题 就是我们一听 就李经讲 我就能听出来 要三千万 显示公平 对不对 就是一个法律词汇 叫显示公平 那我问题是 他为什么要三千万 谁给他的勇气 要三千万 过去的人 没有这个勇气 过去的人 都是从往小了要 谁往大了要 而且现在要的 全是没边的 我碰到这个事 比这个还邪恶 当时呢 是因为博物馆 当年选址 选址有个地方呢 有几个钉子户 政府都弄不了 说你能不能自个儿 跟他谈谈 你跟他谈谈呢 说这个地儿解决了 你也跑 政府也好 说你去试试 我就去了 去了这人 邻街有一个 三十九平米的房子 然后我进去试试 跟他谈 这人说我这个 这个要求不高 说我这三十九平米 原拆原件 你还我三百九十平米 你三十九 我还你三百九 这我脑子有水吧 我是让你走了 我给你钱 然后说呢 你也不需要多给我钱 您就 再补助我们两千万吧 而这人呢 这人 这我说的 不是 我说这事是七八年前的事 那时候钱很大 我听了晕了 我说这人都肯定 没法谈判的 我就试图找第二家 我找到第二家 我发现第一家是好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第二家那人说 钱对我不重要 房子对我也不重要 那我想什么重要 这人这么把我治了 他说 我妈为这事气死了 要想谈这事 你先让我妈活了 第一个叫条件了 第一个条件再大 是可能达到的条件 第二家这条件就没了 我怎么能让他妈活了呢 那不可能 习死回生啊 那剩下的 我就不再去谈了 我连就没有勇气 再进第三家了 如果进第三家 觉得第二家 还是好人的话 那我说这社会 就没法去解决 这种社会 就他说的 基层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他为什么开除三千万 是你的社会 经常给他提供一个 显示公平的信号 他利用了这个信号 对不对 正常的说 比如对方提一百五 他说我三百万 那这个事是可能谈的 你一提三千万 那法官脑袋 也拧成一锅酱子 怎么去谈这事 因为他们也确实是 就是他有各种文件 比如说就是 就是说要妥善处理好 这些已有住户的 这个安置问题 他就拿这个了 你要妥善处理好 所以这些东西 那怎么叫 所以你说说 光考法 恐怕还得有德呀 人要都无德了 你法根本不管用 法弄不清楚的 是吧 这家伙愈贺男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